他最痛是臉的 可是上面找臉的 女騎士一臉驚魂未定 打不出話來 因為才剛從車底下救出 歷經生死瞬間 心情難以平復 那你過去壓到還是 他有卡在車底下 壓到 我去拿 拒絕 我以為我繼續前進 直見他膝蓋上破皮流血 戀家上更是觸目驚心 原本戴的安全帽 一斤碎得不成形 監視器更拍下 機車被撞倒瞬間 但女騎士原本只是要到停車場停車 怎麼會無端壓在車底下 而事發就在6號晚間6點多 新北市縣民大道上 轎車右轉要進入停車場 沒想到不小心撞倒同向女騎士 對方來不及閃應 就慘壓車底 重新回到事故現場 可以看到停車場入口 其實相當的大條 駕駛一次剛拿到駕照 技術不上成熟 竟然將女騎士給壓在車底 表示說在轉彎的時候 一開始有先讓旁邊的車輛 直行車輛經過 那可能當時的機車 是在視線的死角 那他也沒有再重複去確認 所以就轉過去的時候 就導致這一擊碰撞 索性女騎士救出後沒有生命危險 但飽受驚嚇 而就連在新北市圖城 同樣也發生一起驚血車禍意外 駕駛開車行進凌晨大橋 疑似不熟悉路況 自撞橋墩 導致車身90度反腐卡在橋上 但駕駛自行脫困後 竟然攔了計程車肇事逃逸 警方不排除可能涉及酒駕 還有移車追人來釐清 但兩起意外都讓警銷們疲於本命 記者林軍峰王千玲新北市報導